那么照片是谁拍的呢 他又是在哪拍的呢 哎照片就是这位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刘呆韵拍的 据他说呀 2005年啊也就是一年前 当时呢有人向这个研究所报告 说西安城外的庞留村有一座大型古墓被盗 那出于职业需要 哎他去做了保护警拍摄 庞留村 确认地址后呢 警方立即会同文物专家 就赶往被盗古墓 但是所有人没有想到 他们这一去一桩跨越千年震动古今的大迷案 却由此拉开了去 商家说到得到线索 警方和文物专家呢 就迅速赶往了西安城外的庞留村 那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到达现场后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土包 而土包的边上一个深深的稻洞还在 专家呢立马就明白了 这个土包呢不是山包 而是大型墓葬的风土 果然 刘黛运说 说这个墓葬呢 非常深 离地面呢 深达12米 而且下面的墓室啊 非常大 你看看那墓室那个规模非常的大 大概长宽估计都在6米左右 高度墓室的高度都在7米多 这是我们所目前见到的就是唐代单石墓里头最大的一座墓藏 巨大的土包 深达12米的墓室 还是最大的单石墓 那不用说这些呢都再次印证石果的身份 这那应该是一座皇家墓葬 可问题是 这是谁的墓葬 翻查文武墓录 没有 这是一座仪式在历史长河里的大墓 你要想查找这个墓主人身份呢 那只有一个办法 通过墓室研究找签索 那么墓室里面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刘黛运说呀 说他进去的时候 这墓室里啊已经是一片狼藉啊 能够证明这主人身份的东西啊已经全没了 唯一有价值的那就是满屋子的壁画 因为壁画一个是稀少 本身存实量非常非常的少 他这个墓葬里头的壁画非常的漂亮 从残存的情况来非常的漂亮 特别是那个东壁上有一副那个雏形的一个 搭了一个大杖子一个图 这是以前所没有见过的 注意这个壁画啊 咱们外行呢看新鲜 可内行 他能看出门道 虽然这壁画呢 很多被这个盗墓贼呢破坏了 可是专家呢通过研究 找出了两条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第一 唐代墓葬壁画的内容 它一般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态 换句话说 也是一种墓主人生活的记录 您看这些壁画是女花草 由此呢可以断定 墓主人 她是个女的 第二 那就是这堵墓葬的大致年代 你看这壁画 人物都比较长得比较丰满 比较豹满一点 和特出堂的墓葬 和一起和瓦堂的墓葬的那个内容 整个风格都比他一样 他死在的特出 这可以判断起码的就是唐玄中开始 或者唐玄中晚一点 就开元千宝死期的 或者比他晚一点 这一段 注意啊 这是关键 墓葬 他是开元天宝年间的 这墓主人 他还是个女的 全部都比较 allen